谢谢 谢谢 很荣幸 大家今天能够 赏光来到这里 我看 大家的身材 都管理得不错 看来平时没少运动啊 我今天给大家准备了 两百页的联系统 能讲六个小时以上 包大家满意 好 这么多大个 开个玩笑 放心吧 各位老板 今天是不会耽误 大家的晚饭时间的 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这家 专注于研发 智能化健身器材的 新锐公司 云鸟科技 他们从自主研发的 第一台墨比划船机 到现在 已经有五年时间了 在这五年当中 经过不断地升级 改进 除了硬件上的突破 现在也开发了软件 提供优质课程 也可以为用户量身定做训练计划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 墨比的外观 现在我们就拿这一台 跑步机来说 它的九十度折叠功能 不仅不占地方 而且你们看 它背板的线条设计 如果把它放在家中 可以是一个很好的装饰品 墨比健身器最关键的一点 也就是它的核心竞争力 就是这个社群属性 这是墨比的创始人 林大一先生提出的想法 带附加值的项目才会赚到钱 所以我们投资除了投产品 还要投里面 林萌啊 你这个深入浅出的讲解啊 我全都听懂了 我没问题了 林萌啊 反正我是打算投了啊 你们打算怎么挑选投资人啊 在这儿我可能要 斗胆地说一句了 我们这个项目的资质非常好 所以今天不光是在座的 各位老板在考察项目 也是我们项目方 在挑选投资人 比如有广告资源 还有电商资源的 我们会从资源整合的角度 优先考虑 我有电商资源啊 我没有广告资源 我有网红带货资源 我和东东有大量的 KOL资源 别别别 各位 不要跟我抢了 如果论资源的话 我这里的资源最全了 不光啊 各位要是有明确的投资意向 那就还请把你投资份额 还有报价都发我邮箱 回头我做个对比 结果也会告知大家的 好 谢谢了 小宁萌 我的份额记得给我留好啊 留多了更好 反正不能少啊 宁萌啊 看来这位小兄弟和你很熟啊 你不会私下照顾他吧 梁总 曾总呢是我的好朋友 但是您放心 我一定会公开公平公正地 来挑选这个投资人 大家好 你这大公无私的劲 算不算是损友啊 各位老总啊 晚上要有时间一起吃个饭吧 我做东 施总 晚饭就免了 这么好的项目 我们都得回去 赶快研究报价了 吃饭呢 后面你都是时间 对对对 是吧 是 那我就在上海 更和我各位了 行 好的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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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总 再见 梁总 好 邹总 再见 谢谢 谢谢 辛苦了啊 再见 谢谢 梁总 这位小兄弟 加油 再见 再见 这几位很成功 恭喜你啊 谢谢学长 苏总 要有空的话 到我办公室喝杯茶吧 可以啊 小柠檬 一会儿你没事吧 一会儿去吃好吃的 没有货鲁你的意思啊 就是货鲁你的意思啊 就是货鲁你的意思啊 推介会这么成功 是不是得庆祝一下啊 要不曾总 这顿饭先欠着 我主要是趁现在记忆还新鲜 得赶紧出我们的会议备忘录存档 也对 那行吧 回头再约 行吧 回头电话联系 今天晚上我把那个报价帮给你啊 好嘞 拜拜 拜拜 学长 你还没走啊 刚跟沈总聊完 还依旧在夸你 请你吃个饭 庆祝一下 我这几天我都累死了 要不然改天 改天我请你 那也好 回去好好休息一下 那我送你回去 别跟我客气了 走吧 行 谢谢 谢谢 学长 不好意思啊 今天还临时把你叫过来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今天这个笑 不就是那天喝咖啡的时候 你说你朋友那个笑吗 原来那个朋友就是你自己啊 学长见笑了 同门师兄妹怎么这么见歪 我就是怕你顾及这个同门情面 我还是想得到一个客观的判断 其实一开始我真的不看好这个项目 但今天呢 看完你们的升级之后 我真的改官了 这个项目非常地前景 来 这跟我和你的私人关系无关啊 这完全是出于一个 职业投资人的判断 第一次推荐会能有这样的表现 真的有不错 谢谢学长 跟学长比我差远了 现在莫比这么抢手 你看我很有机会吧 你要投 好 好啊 但是 得跟大家公平竞争一下 希望学长理解 当然理解 我今天看到你在台上的表现 我就想起 我刚签出投资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也是一腔热血 对于自己看好的项目 也不轻言放弃 但现在啊 我很少会对一个项目 投入这么多感情 林梦 其实我今天来呢 也不是冲着项目 也不是冲着石总 我就是想见见你 见到你 我就不会忘了自己到底是谁了 当初离开校园后的那点初心 也只能在理事上搅搅搅 我爱你 么 所以你